台中一名妇人 骑车行进枫园区人周街的时候 在路上发现一个红包 上面写了Gate Hold On 妇人以为遇到了冥婚习俗 吓坏了不敢捡起来 不过呢最后还是硬着头皮 捡到派出所 警方后来根据红包上的署名 联络到了黄姓施主 他跟警方说 红包呢是要包给经济的 是因为口袋不够深 才会掉在马路上 绝对没有要冥婚 穿着灰色衬衫的妇人 手里捧着红色纸带 消心意地走进派出所 跟原警表明失误招领 因为妇人捡到了 不是一般物品 而是这个 大红纸带上头印有 Gate Hold On的字样 左下角还署名某某人祝福 妇人担心害怕 就怕捡到的是 冥婚红包 一般是不太感觉 会怕就对 我连看都不会去看她 有的比较好 如果我不敢捡 我如果白毛捡 捡到这红包 捡一个行李牌 5月7岁的年薪妇人 10号中午 骑车行经台中风源 仁州路时 发现路上掉落红包 就怕遇到冥婚习俗 一度不敢捡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 捡了派出所 原警打开一看 还有里头 没有头发指甲 或生成八字 而是现金2600元 她很厚的话 我就想说 会不会是真的有人掉钱 所以我会捡 可是如果很薄 我就想说 会不会是冥婚的红包 所以我可能不会捡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尽量就是不要去 比较少麻烦 警方最后根据 红包上的姓名 巡线找到黄兴师祖 并掉一路口监视器 确认是他掉落的 远警巡轮在附近 幸运的找到 另外遗失了5000元现金 黄兴夫人表示 红包是要包给亲戚的 因为口袋太浅 才会不慎的掉落 真的不是民众害怕的 冥婚红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